接著我們先跟老師稍微介紹幾個就是 即使您以後沒有Place這個當作你的簡報的來源也沒關係 但是至少螢幕上有呈現的東西 像剛剛老師有看到我常常會在這邊畫對不對 用這個螢幕上的筆對不對 那這幾個工具至少可以幫助老師在 就是教學上是有用的 那我們有把它放在給老師的資料裡面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幾個 這裡面呢這裡有一個螢幕畫筆 這裡叫邊底下 還有一個免費螢幕放大繪圖有沒有 那這裡還有Point2Fix 總共有四個 然後其實也有剛剛我們講的PickPick 其實也可以用喔 在這裡 所以嚴格來講應該有五個 好我們先跟各位介紹PickPick 反正這個你已經執行了嘛 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其實除了剛剛各位所看到的這個螢幕擷取 也沒有發現它這裡還有一個叫白板 這就是白板筆 所以點下去之後這樣就好了 你看螢幕上就可以畫了 那你要放大縮小這裡可以放大 按右鍵縮小按左鍵放大 按右鍵縮小 你要平移就是按這個 按這個 好那它就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有時候你要直線啊那些都可以 好那這裡我先縮小一下 好所以其實如果你有需要的你可以像這樣在白板 它就進來那筆的大小顏色啊就從這邊 好舉行 我這一塊 好那這個地方這樣很醜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把這個不要填滿 好不要填滿 開一個空白的 這裡有一個空白的有沒有 清除掉 好現在是不填滿了所以你再畫一個 等一下 一半 這樣就有點半透明 這個是用PickPick就能夠做的 好那 它 這個做好之後呢我們來看看喔 還有沒有別的 其實我平常在用不是它 因為這樣子你剛剛還是看到一個工具列對不對 如果 我平常最常用其實是這個 這個 免費螢幕放大這個 這個檔案很小 一個檔案而已 只有多少 不到1MB有沒有 這裡不到1MB 這個不到1MB 579K而已啊 那 你直接點兩下執行就好了 執行完之後呢 會在這裡出現 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叫Renit 好那 這個是我比較常用 因為它的好處是 如果老師比較常用電腦的 那你不希望人家 就是不希望干擾你的教學 那 你可能要記一點點快速鍵 好 記一點點快速鍵 那就可以用 這個 我點開給你們看一下 事實上我在放大就是Ctrl加1 鍵盤上的Ctrl加1 那麼我要畫圖就是Ctrl加2 在這裡 Ctrl加2 這個大概是像這樣子 所以呢 所以呢 我 預設值 我大部分預設值我都盡量不改 因為 我走到別的地方用都一樣 對對對 除非說它可能跟我其他軟體有衝突 我才會去做修正 那所以 你看我Ctrl 比如說我們最常見就是看網頁 網頁看這裡可能都還好 可是看網址的時候是不是就稍微比較小一點了 那 我可以先把游標移到這邊 我要放大的地方 Ctrl加1 有沒有 它就自動放大到那邊 那麼等你放大 你覺得說這個位置我要定下來了 發出左鍵按下去 這個時候它就自動切換成筆的狀態 你就可以開始做 好開始做 那 那當然 顏色可不可以換 可以 白板 白板的白板筆都有那麼多顏色的對不對 老師只要記得的英文單字 顏色的第一個字 紅色叫Red 所以是按R 然後呢 黃色叫Yellow 有沒有 然後呢 綠色Green G 藍色Blue 好 那還有什麼 Orange Pink 還有 還有什麼顏色 Purple P 就Pink 大概是這幾個比較多 那當然 有些時候可能老師會用到黑板或白板 你要在上面直接打字啊 那也是就可以按W 是White 變白板 那 K 就是變黑板 因為有些時候你可能白色太刺眼 所以我們用黑色的 然後你可以這樣去顯示 那如果你已經畫了很多個有沒有 畫了很多個你要把它清掉怎麼辦 清掉的話 像比如說我這樣弄 如果一個一個回去是Ctrl加計 有沒有一個一個回去 那 那全部 畫了這裡好多的 要把一次清掉它怎麼辦 橡皮擦的英文叫做 Eraser 所以ABCD的E 有沒有 就是清掉了 嘿 所以其實 用這個小軟體的缺點就是 你可以 你要記一點點快速鍵會比較好用 但是它最大的好事是完全不干擾你的畫面 完全不干擾你的畫面 那麼相反的 如果老師你覺得說 喔 要記那麼多 有一點麻煩 對吧 所以老師現在有沒有看一些那個 政論節目 還是財經節目 直接主持人 就在哪 58最常見 5758 電子白板 對不對 電視上面直接 旁邊點一下 也有了 我幫你準備 對 所以如果老師你覺得 我電腦用的沒有那麼多 直接告訴我們最簡單 對 剛剛那個應該不用講 你看這個 Point to fix 有沒有 這個 這個螢幕比一樣 這個老師不用記快速鍵 有沒有老師會得文的 沒有嗎 因為我們不會得文 就要多一個翻譯啦 好 如果會得文 就一個檔案而已 點兩下打開 好 這個 這個 稍等一下 如果你有防毒軟體 有的他會先判斷一下 好 你看執勤了之後 他有沒有靜靜的躺在右上角 其實那個位置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 那麼如果你要用的 按開始 這樣有簡單吧 一樣的嘛 所以你今天要告訴他 請看這裡 有沒有 簡單 然後呢 如果你不要這個 把他垃圾桶清掉 你跟他講 你跟他講 待會我要看這裡 不要看美女 哈哈 這樣很單純嘛 對不對 所以你用這個也可以啊 但是老師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右手邊呢 他有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兩個顏色都一樣的 嗯 一個是螢光筆 一個是石心筆 好 所以如果說你在畫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這邊畫這個 這樣應該很清楚吧 嗯 這個會蓋掉 嗯 哦 是插在這樣子而已 其實我們那個簡報 PowerPro裡面也有嘛 對 對 對對 對對 對 其實都一樣 那你要放大一點 你看這裡有放大鏡 有沒有 嘿嘿 對啊 這個都可以用 那你要整個螢幕放大的 整個 全部放大的 剛剛那是局部放大 這個是全部放大 都OK 好 所以老師如果你覺得說 欸我要用這個 比較好的 也可以啊 那像老師我們常常 其實都是用學校的電子講座啊 那 你就自己帶自己的 隨身碟就好了 因為不用安裝 這些軟體都不用安裝 我就放在隨身碟裡 對對對 然後我要去 老師的 反看是不是帶著了 你平常的資料也帶在裡面嘛 那所以你只是多執行這個軟體而已 好 那如果老師都OK了 欸我現在已經講解完了 你就按離開 他就靜靜的又收在那裡 這樣就好啦 對不對 就很單純 這個好處就在於說 老師你覺得說 欸我不要記那麼多快速鍵 反正我要的時候就按一下 那 不用 這個軟體也很小 因為其實一般像呢 電子白板那個軟體 然後大部分都要安裝 而且要付費的 那這個 效果就很不錯了 所以可以給老師做一個參考 那他的畫面就會流在 就是會 他會在旁邊 會在畫面上 對對對 如果你很堅持 一定不要在畫面上的 你要輔助一下另外一個 我這裡有另外一個 這個是 可是我沒有放 我忘記我沒有給老師 我看一下 DM2 啊呦呦這裡 有一個視傳管理工具 如果老師很在意那個 就佔那麼一小點 你可以來這邊 我把那個軟體稍微執行一下 老師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間教室只能叫三點 哦好 我們得要換到另外一個 不好意思 好 那麼這個小軟體執行了 對不對 如果你很在意這個 佔一點空間 你看按右鍵 平常我們按右鍵 您是沒有上面這個的 是不是只有下面這裡 嗯 對不對 平常我們視窗的工具 是不是只有到這裡而已 對不對 還有多這個 有沒有發現可以變成什麼 變成縮到系統列 什麼叫縮到系統列 下面這個叫做系統列 嗯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浮動圖式 都一樣 就你看按右鍵 把它縮到系統列 有沒有不見了 嗯 它事實上是跑到下面這裡來 在這邊 嗯 要的時候打開 在這裡 那如果你是縮到浮動圖式 它就變小小的 點兩下 它就回來了 按右鍵 說到 這個叫浮動圖式 那當然你也可以設定它的不透明 它的不透明 比如說我只要它透明 一半就好了 比較不會看起來那麼明顯 哈哈哈 好這次看老師 你覺得說哪一個 你覺得用起來比較喜歡 那我們講的這幾個 其實都不用安裝 剛剛用的那個叫做 DM鋪視窗管理工具 所以 那這個 這個還有個好處就是 有些時候我們希望視窗會永遠在上面 什麼時候 要比對資料的時候 還有像我要打 幫同學打成績 我們平台上的成績自己打好了 是不是要輸入到學校的 你要不要兩邊對一下 要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用這樣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螢幕 然後我再開一個 這個我先拉出來 好假設是這樣子 那你看平常老師怎麼做 自己想辦法對好嗎 對不對 其實如果您是Windows7以上的話 您只要把這個拉到左邊 有沒有 把視窗拉到左邊 會一半 這個拉到右邊 有沒有一半 拉到上面的話 就是上面一半 拉到上面是全部 這也是一種方式 這樣子你就可以兩邊對 可是如果說有些時候 我這樣看就不方便 我一定要這個比較大對不對 然後剛剛那個怎麼樣 是不是小小的這樣比對 可是如果你打過來 哇 是不是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搭配我們 剛剛那個小軟體 那個叫做什麼 永遠在 在這個上面這裡 叫做 這裡不見了 它有一個 剛剛這個沒有過來 它 像軟體的部分 它會 總是在最上層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呢 就好像說 我這個 雖然在這裡 比如說我到這邊來 可是我點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還是在上面 這樣子 有時候 我們在比對的時候 就比較方便 就是我要操作的是這一邊 可是這邊要繼續留在上面看 好 就是這個小軟體是 有些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用 這樣 老師大概了解意思了 好